農藥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兄弟们 问你们一个问题 王者出皮肤的速度算快吗 我感觉还真不算快 但是画的饼是挺圆的 我不说你们能知道 现在已知的皮肤计划 足足有20多款了吗 我补计完之后自己都惊呆了 来来 你们先猜猜自己的本命 在不在里面 而后听我慢慢道来 首先就是大概会在12月份上线的 圆梦系列新皮肤 嫦娥 续双丝 以及会在本月20到26日公布的 此系列第4款皮肤人选 也许是发育路或者对抗路 这两路的人也不算多 特别是射手 还赎掉成绩之寒就更好选了 既然说到了6元 你们还记不记得 连泼6元皮海豹旁的身影 就是它 别人去 长得真像勇者村的阳光好村民 然后是和全民电竞有关的天秀小队 那这个队伍有5款皮肤 杨检已经出了 10色品质888点卷 但是参与赛事 是可以全额返还点卷的 有没有已经返完的小伙伴 那剩下的4款皮肤人选 已经确定 分别是高剑梨 庄舟 李白 鱼姬 不出意外 这4套也是会返还所有点阅的 那接下就是貂蝉的 55开黑杰皮肤 蝉蝉人气女王当之无愧 如果和玄测一样 出个高中生系列 那可就太绝了 女生学姐就在你身边 然后就是两个流传已久的新传说 鱼姬 云泥雀岭和敌人杰 超时空战士 其中狄大人的新传说 更是直接爆出了图片 就是两个赛季都过去了 还是一点风声都没有 我真的是一把子期待了 然后就是马超的FMVP 提到了KPL 就不得不说天狼星小队之后 下一系列KPL皮肤了 我们循着蛛丝马迹发现了一张图 详细解释了天狼星小队的诞生 以及和其有不明关系的不明势力团体 这个团体我猜就是下一个KPL系列的噱头 一共5款皮肤 你们希望给他谁呢 那接着就是挺多人都不知道的冬奥皮肤 王者将推出一款冰雪运动有关的皮肤 冬奥2022年2月4日开始 那么这款皮肤面世的时间就不言而喻了 我真心觉得冰雪设定很适合婉儿 绞穿冰刀划起大招 无段上天一顿下雪 你们觉得呢 接下来就是西游记联动皮了 金蝉唐僧真姬女儿国国王 以及有点人尽皆知了 但是天竺公主还是有点争议的 你们觉得是阿里还是爱玲呢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点贵的啊 快报之前推测过后裔的鸡甲皮 转眼大半年过去了 那个男人只多了一件占领皮 不知道这个鸡甲皮啊 会不会哪天忽然的出现 在商城的首界面 然后就是啊 现在最受关注的虎年限定了 讲道理啊 我是有点慌的 不会虎年限定还有陪金虎吧 他真就常住皮过敏呗 只穿限定的 再就是杨宇环的新皮肤了 预计在新春之际和大家见面 你们觉得是虎年限定皮 还是长安赛年限定皮呢 我压一手年限吧 那最后就是情人节限定了 我依然站队遥和云中军 六周年司机里啊 他俩甜的啊 就差把皮肤给鞋脸上咯 那兄弟们 看完皮肤盘点大嗓 你们是不是觉得钱包又快别了 还是力省百分之百呢 本命要出 皮肤的还不赶紧出来 得色一下 一个ID名为啊 佐助他哥的先友留言道 大县百里全册玩的跟首约他弟一样 星君一席化 盛色庄舟带进化 来 这张图我送给你 虎牙688 每晚七礼拜 咱们不见不散